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很明显 就是蓝白的议题嘛 那当然是这个 其实他还是蛮担心 他那个举例已经不一样 也就是说赖清德已经做他万里选不上的时候的国会的局 最大党的局 民进党立委赵天霖的婚外情事件曝光后 重创民进党选情 让他不得不在24号深夜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如此一来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所筹筑的民主大联盟 已有7人退选选情艰困 而政治学者施政峰也认为 民进党已经做了选战的最坏打算 他是有几个部分 那我先讲说他的国会的部分 他是说蓝银的小鸡也好 或者是说他们自己 比如说蔡壁如跟这个市长 这个部分结合 我想这是第一部分 那当然最近这几个 一开始其实就是说蓝白 就是故意边缘化他 那当然现在开始反攻了 那当然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很明显就是蓝白的议题 那当然是这个讨价还价其实就也就是边缘化赖神 那这些东西他们底定的时候呢 他签钱就有一些证件开始打 打一些出来的 我觉得他接下来可能这个礼拜 一个礼拜内可能这个局就会定了啦 已经职业已经到的时候差不多了 那现在接下来可能就要打这个议题了 那我是先讲一下就是因为他的民主大联盟嘛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要面对这个 在野大联盟也好 或者是这个蓝白河也好是这样子 所以他想要扩张他 那当然就是他是以星陶流为中心嘛 然后银席也好或是我们看到社民党的也都有 是不是激进我就不知道的 但是呢一直因为学伦等等一直在出包嘛 所以我看他也大概是爱莫兰柱啦 其实他也是蛮担心 连自己嫡系的都没有的话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民进党他现在打算就是说万一我万一啦 就民进党他这个总统失事的时候至少他在国会还可以最大党 那他还可以相当程度主导这个立法嘛 但现在看起来赵天宁因为不是他的嫡系啦 所以他大概也不能怎么样啊 所以我看他是且战且走了啦 那另外总统这一局的时候蓝白因为蓝白这个部分 至少这个要下架民进党的压力还蛮大 特别是蓝的部分啦OK那本来是说起码会一个三分天下嘛 但是现在看起来蓝的部分是愿意驱逐于副手也都可以 这表示说如果政治人物他们没有好好的整合的时候 支持者他们可能会自动气爆啦 所以这个事应该是看起来是很近 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排 因为KPE你知道要不要找侯当副手 当然目前开出的条件是副手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有可能行政院长 因为这里牵涉到说这个KPE毕竟他挑战执政党 那他资源没那么多嘛 所以他可能要极大化 那极大化可能郭董的部分 那国民党那包括韩国瑜的部分嘛 所以甚至于民进党内部的新潮流以外的人 他都想要遭受 那这样子的时候不只是选总统 他在国会的立法的时候就比较好推动啦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所以你知道这个局已经不一样 也就是说赖清德已经做他万里选不上的时候的国会的局 最大党的局 那这个KPE不只要选总统而已啊 他甚至国会里面能不能结合起来 至少可以追两个结盟起来大野民进党 那这样他未来会比较顺手 好